那我们说既然这个可微和可导本质上是一样的 不要忘了这个导硕里面我们有哪些东西 有基本错等函数的导硕公式 导硕的四真运算 还有符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其实对应着我们微分里 也有就是基本错等函数的微分公式 还有微分的四真运算 那么还有符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在我们这个微分里对应着什么呢 当然这里面不是符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不是符合函数的微分的法则 而是有个重要的性质 叫做微分的一阶形式不变性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尤其在我们后面求不定积分的时候 其实就要用到这个思想 首先我们要说就是微分的 就是基本错等函数的微分公式 我们说有基本错等函数的导硕公式 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基本错等函数的微分公式 就等于它的导硕乘以底字边 因此这里面我不需要一一的列出来 但是我如果叫你写 你很快能写出来 比如说 第一 我用I 吧不要用阿尔法 对吧 这个是米函数 那DX的I是米等于谁啊 就是XS米的导硕 I倍的X的I减习次方 乘以DX 对吧 这个不仅仅要从左边背到右边 最关键的 我们经常要有从右边背左边 这就是微分公式男的原因 因为这个如果你能背掉 背以后求不定积分是特别的有利 对吧 就是我一旦问你 I倍的X 如果是I减习次方乘以DX 是哪个还是微分 是不是叫动脑筋 想一想 对不对 其实就是导硕的逆过程嘛 哦原来就是DXS嘛 对吧 那么包括什么呢 这个是DX米 对吧 他就是谁呢 I的X米乘以LoyingI DX 反过来我问你 I的X米乘以LoyingDX 当然这个还好 你现在能够背出来它 我要问你 I的X次方DX 它是谁的微分 就比较难一点了吧 他是谁了 他就是DI的X次方 还要除一个什么Loying 所以你脑子就要转一转 如果这些都能记住 对以后我们的不定积分 是特别的有利 对吧 所以说以后自己去背一背 特别的 DI的X次方 就等E的X次方导硕 E的X次方乘以DX 反过来问你 E的X次方DX是谁 你让它拖块出 低于E的X次方 其实就是逆过程 等等同志们 这个我就不去写出来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有微分的四则运算 四则运算 因为你导致有四则运算嘛 我们对应的微分也有四则运算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甚至你真的理解了 这个微分的四则运算 你很快都能写出来 啥意思 若UXVX均可微 则什么呢 注意着 DU加减V 就等于DU加减DV DCU就等于什么 CDU 这个C呢 为长硕 这个DUV 注意啊 等于什么呢 如果你乘级的导致形状法则知道 这个你根本不要动脑筋 所以啊 DU乘以V 再加上U乘以什么 DV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另外啊 我们一般不喜欢这样写 就这样写给大家感觉 老以为又是U乘V的微分了 明白了吧 所以我宁愿把V调到什么 前面去 如果你清楚你这样背也可以 因此就是谁啊 V抵U加上U抵V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喜欢这样写 当然你说你要真的清楚 你这样写也没关系 这样就是好背 对吧 同样还有谁呢 底V分之U等于谁呢 底U乘以V 减去U乘以底V 除以什么 V平方 当然改成习惯的谁啊 是V底U 减去U底V 除以V平方 当然这里要求V要怎么样 是不是不等于0 对吧 不等于0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底V分之1 是这个3的特律情况吗 等于谁 Fu的V平方值DV 根本不需要去印记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能记得住 其实就是把我们导硕 四字印算 别人导硕 改成什么 改成什么 V分 所以如果导硕了四字印算 你能记住 V分的四字印算 你自然就能记住 当然我还给你证一下 对吧 我证个最难的 商的V分公司 对吧 给大家证一下 给大家证一证 证 有UV可V 是不是指UV可导 对不对 可V和可导等价的呀 那因此是不是可以推出 U除以V 因为这时候V不等于0嘛 是不是他也可导 对吧 因为UV可导 V又不等于0 U除V是不是也可导 那U除V可导 是不是就推出 U除以V怎么样啊 可V 对吧 你看一步一步很清楚 既然可V了 我可以求它的V分 此时同志们 第一V分之U 就等于V分之U的导数 乘以DX 乘以DX 然后结果是分母的平方 U一撇V减去UV一撇乘以DX 然后我写成谁呢 就是U一撇乘以DX再乘以V 再减去U一撇乘以DX 再除以V平方 然后同志们 U一撇DX不DU 其实又是V分的另一算了 DU大指导等于U一撇乘以DX 那反过的U一撇乘以DX呢 是不是就DU 对不对 结果就是DU乘以V 减去U乘以DV 除以V平方 我说了 有时这样写呢 就老是怕人家就是理解V 又是U乘以V分了 所以我还是把V放到什么 前面 如果你清楚你不放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说习惯上你也可以写成V底U 减去U底V 除以V平方 这个复杂的证明了 其他的完全类似的 所以说V分的四次印算 你根本不需要印记 如果导数的四次印算 你能记住 V分你就能记住 因为你再把导数改成V分就是 好了 下面我们有个最重要的性质 就是V分的一级形式不变性 就是我们有V分的一级形式不变性 其实这个性质就和符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对应的 大家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等于我们做题目就可以看到 对吧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若Y等于Fx可为 取X为质变量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什么了 也就是Dy 是不是就等于F1Px 就F1对质变量的求导 乘以Dx 也就是G Y就是Fx Dfx等于F1Px 乘以Dx 注意着 就是这种形式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如果Fx可为 X是质变量 我们有Dfx 就等于F1Px乘以Dx 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Y等于Fx 那么如果Y等于Fx它可为 此次的X它已经不是质变量了 如果X又是T的函数也可为 我现在就问你 我现在就问你什么 我问你上面形式还是成立吗 你不能说当然成立啊 为什么当然成立 我们当时只证明了X是质变量的时候它可为 那么Dfx 就是Fx 乘以什么呢 Dx 现在这个中间变量还没正过 你要说成立就给我正 你要说不成立就给我举反例 我们说确实成立 大家看为什么成立啊 那这时候我立刻也可以推出 Y等于F5T怎么样啊 它也是可为的 这个对不对 为什么 F1可为就F1可导 F1等于F5T可为 F1等于F5T可导 从而利用佛寒的求导法则 Y等于F5T是不是也可导 那F5T可导 那么F5T是不是也可为 这时候的T是什么变量啊 自变量 对吧 这个T为自变量 自变量什么意思呢 于是 这时候Dy Y是T的 韩硕呀 T是自变量 它可为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是不是这个T的韩硕对T导 乘以DT 因此就是F5T 对T导乘以DT 结果也就是谁呢 Y就是F5T呀 对吧 对吧 几个口号 这个多了一个这个 对吧 Dy就是F5T嘛 对不对 左边 左边就是他 右边的F5T 对这边的T求导 我们有佛寒的求导法则吧 结果等于谁 F1P5T 乘以谁 F5T 乘以DT 同志们注意的 这时候 F5T 等于谁 我们说D5T 是F5T乘以DT 那F5T 是不是就D5T 又用到V分的逆过程 对吧 结果就是F1P5T D5T 同志们 由X等于F5T 所以同志们 注意的 把左边的F5T 换成X DFX 右边呢 F1P5T 5T是谁 X D5T 5T是谁 X DX 同志们看得清楚吧 说明了什么 当X是中间变量的时候 这个形式仍然成立吧 对不对 也就是知X为中间变量 中间变量时 对吧 这个形式仍成立 最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结论呢 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因此同志们 我们就总结一个什么呢 G 只要Y是X的函数可v 所以 不论X 为 质变量 还是 中间变量 都有 DFX 等于F1PX 乘以DX 这个v分的形式是一样一样的 这个就称为什么呢 称为V分的一阶形式不变性 对吧 一阶形式不变性 对吧 一阶形式不变性 而且这个思想在我们V几分二里面 多元函数的V分学里 已有这个多元函数V分的一阶形式不变性 对吧 所以说这个思想很重要 大家不仅从这个形式可以知道 我换一个说法你要知道 什么说法 注意的啊 也就是说 G 若Y是U的函数可v 注意啊 我这个U我也不说什么字边的中间面 我什么都不说 如果有 DY等于谁呢 就是GU乘以DU 如果你能脱口而出 说出一个结论 就说明这个V分形式一阶不变性 你真的搞懂啊 否则只能说是形式上你知道了 你能告诉我这个GU就是谁吗 你能什么都不去想能够说出来 则F1-U就是GU 如果你能说出这个结论 说明对谈你真的搞懂了 为什么 如果你再不清楚我给你推导一下 大家看看啊 其实同志们 DYY是谁 Y是不是FU Y是不是FU 我们说这个FU可v的 我不管你U是自变量也好 是中间变量也好 DFU就等于谁啊 是不是F1-U乘以DU 是不是啊 你比较这个两个 因此这个GU和F1-U 是不是应该相能 对吧 当然你在推理之道 就说明你就晚了一步了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 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 DY等于GU乘以DU 立刻可以知道DY除以DU 因为我们学过了这个V分以后 这可以看得成啊 我们DU除过来嘛 DY除以DU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GU DY除以DU是谁 是不是就是FU对U的导数啊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去说明 如果你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说明这个V分的一形式不变形 真的搞懂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Y是U的导数 它一定能写成 这个FU对U导乘以DU 既能写成了GU乘以DU 这个GU就是什么F1-U 这就是它的本质 好了 下边的同志们 我给你看一个例子 挺有意思的 有的同学这个V分的一形式不变形 和我们那个佛和的求导法子 能对应起来吗 我来给你看个例子 例 Y等于E的根号1加X平方式0 求DY 有人说这个题目不刚才做过了吗 不错 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做 解法2 用什么方法呢 就利用我们刚才讲的 V分的基本公式 V分的四人运算 还有V分的一形式不变形 来一步一步求它的V分 而且目标很清楚 最后一定要出现DX就结束了 就是一定要给它画成X的一个函数 乘以DX 然后Y3过3 Y海过海 什么意思啊 就能用基本出单函数的求导法则 基本出单函数的V分法则 你就用 能用V分的四人运算 你就用 能用一级形式不变形 你就用 好了我们看怎么求 结果DY就等于谁呢 DE的根号1加X平方式0 我说了 我的最后目的啊 最后一定要出现X的一个四乘以DX 这就是它的V分 然后同志们 把这个整个看成U 这个是看在心里面的哦 我标给你们看的 这时候你就看成是不是E的U四方的V分 E的U四方我们说了它是可谓的吧 不管的U是质变量还是中间变量 底E的U四方都等于什么 是不是E的U四方对U导乘以底哦 E的U四方对U导 是不是还是E的U四方 乘以底U U是谁立刻给我换掉 乘以底U 底U就是它 同志们是不是到这一步了 只要把后面的函数写成X函数乘以DX就结束了 你发现这有点像什么方法 是不是叫层层脱一法 是不是和我们佛汉的求导法都对应起来的 对不对脱掉一层了嘛 而且我这时候目标很清楚 拖到什么时候为止 DX 是不是 不出现DX不罢休 你看看意志多么的坚定 对吧 好了 下面注意的 当然这时候我不是用DX求导 我就说了 能用基本出单和微分公式 就用微分公式 能用适的运算 就是适的运算 能用微分的一型的不变性 就用一型的不变性 这时候怎么样了 我把1加X平方看成U 同志们因为DX是不基本出单导书 它的微分有公式的嘛 你给贝德龚瓦那说 结果E的根号1加X平方是你DX 所以根号U就得根号U的U导除以对吧 就是根号U的U导就是1除以2倍的根号U U立刻过换掉DX平方 不是U过换掉立刻换掉是1加X平方 DU是不是D1加X平方 同志们能看懂吗 就把里面看见U 根号U的U导 1除以2倍的根号U U是1加1平方乘以DU U是1加1平方 其实到这一步我完全可以直接求导了 1加1平方就是对X导书2X乘以DX吧 我还得一步步来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微分的四成运算 因此可以写成谁呢 写成E的根号1加X平方 1除以2倍的根号1加X平方 然后和的微分等微分的和 当然有的写我这个过程写的太慢了 对不对 然后再造超 1的微分为0 结果呢我再写一步 1除以2倍的1加X平方 是不是就是DX平方 DX平方是谁 它有公式的吧 是不是2X乘以DX 结果也就是E的根号1加X平方 这个就是2XDX 2X除以根号下 除以2倍的根号下 1加X平方乘以DX 2和2约掉 终于把微分求出来了吧 注意着我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像层层拖一法 一层一层拖 拖得很慢 拖到什么为止 直到最后出现DX就结束了 目标很明确 当然同志们我要问你了 前面一种解法和这个解法 你们喜欢哪一种方法 大家毫不犹豫的喜欢前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倒数先已经很熟练了 我何必这样做得这么慢 看得都心急火燎的 恨不得一下就把导硕求回来 但是我有目的点 对吧 好了 这就是解法2 当然从这里我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利用微分还可能立刻得到Y的一个导硕 且告诉YP等于谁 Y是还有韩数 其实我这个X不管你是质变量中间变量了 我既然写成这个X的函数乘以DX DX系统就是谁 是不是Y的一个导硕 如果你是不是很理解 你把DX一除过去就清楚了 但是除过去说明 你就没有真正理解 它的一阶形式不变性 因为DY既然写成X的函数乘以DX 这DX系统就是Y的一个导硕 就是YP 反过来我还可以干什么呢 求着它的导硕 你看我们利用导硕可以求微分 我反之利用微分我也可以求导硕吧 再次说明他们本质上一样的 那有同学讲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 下面同志们开始了 有什么用 等到有用什么就来不及了 下面啥意思呢 用的方法既然你能脱下去就能穿上来 你能脱掉就能穿上 追着 以致力 以致DY等于E的根号E加X的平方 乘以X除以根号E加X的平方 乘以DX 求Y 同志们 这就是什么过程了 逆过程 以这一个函数的微分 就你求这个函数 其实我告诉你等价有什么 这个和哪个等价的 大家知道DY等于谁 是不是就是Y一撇乘以DX 其实就等价有什么 等价于 以致Y一撇 是不是等于它 E的根号E加X的平方 赤米 乘以X除以根号E加X的平方 求Y 同志们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就是导数的什么过程 逆过程 以至一个函数的导数 求原来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不定几分 我们说这逆过程是比较难的 或者你写成以这个函数的微分 求这个函数 这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吧 会互相转换 有的同志们说我知道Y就是E的根号E加X平方赤米 你怎么知道的 有的我刚刚求过导数 如果你没求过呢 你这个过程能够演示出来吗 同志们你看给大家演示了 解 Dy等于E的根号E加X平方 乘以X除以根号下E加X平方DX 同志们看 怎么拖的怎么穿上 所以说你要知道怎么拖下去的 你才知道怎么穿上来 对吧 就跟我们说 清晨大家经常看到年一大的人 喜欢倒着走路 他为什么倒着走路 他后面的过程都清楚了 如果不清楚后面有个水沟 他倒着走你看看 他说不定就摔到水沟里去了 所以说他要知道这个过程 他真的往着倒着走 你看我们怎么来的 其实分子分母先乘一个2 同志们RXDX是谁的微分 微分的基本公司你要背掉 是不是DX平方 结果来了 要回去了 E的根号E加X平方是0 那就变成1除以2倍的根号E加X平方是0 DX平方 开始回去了 没有我刚才那个过程你是不好回去了 对吧 当你熟练了以后 我分子分母不需要除以2 那就是X是哪个的微分 是不是就1 2 2 X平方的微分 你1 2 2 X平方的导错 是不是X啊 对吧 当然1 2 2放在前面 当然你现在反应还没有这么快 那么因为你脑海里最多 有基本错断还是微分公司 还容易逆过来背 然后你知道下面干什么 因为这个下面有个E加X的平方 我把DX平方要凑成谁 D1加Y平方 D1平方和D1加Y平方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1的微分为什么 0 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刚才那个过程 结果同志们 他就变成了E的 根号下1加X平方 1除以2倍的根号1加Y平方 D1加Y平方 同志们又开始背公司了 把谁看着U 1加Y平方看着U 给我默默念一下 1除以2倍的根号U乘以底U 是谁的微分 是不是底根号U 所以这个倒数公司 你输了以后你就好逆过去了 而且我不管你U是 质变了还是中间变了 因为他都有微分的形成不变性嘛 明白了吧 因此结果就是E的根号下 1加Y平方是你 底E根号U U是谁 1加Y平方 心中再把谁看成U 我给你看一看 把他看成U 把他看成U 同志们给我念一念 是不是E的U次方抵U E的U次方抵U是谁的微分 是不是E的U次方 与这个U次质变量中间变量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结果就是第一E的U次方 U是谁 A根号E加Y平方 终于回来了 同志们看看精彩不精彩 当然同志们 如果你再灵活一点 不仅这个函数的导致等于它 其实我加个谁也可以 C 因为C的导致为0嘛 所以这个Y就等于E的根号E加X的平方 加上C 而E的根号E加X的平方是你加上C 以后不定积分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说不定积分难不难 是不是需要你导致数 需要你微分数 所以说我们现在练什么就清楚了 对吧 当然这一题呢 因为你有前面那个求微分 你心里有数了 我给你换一个 对不对 换一个简单的 也就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以致Y一撇等于LoyingX除以X 求Y 同志们你要用导致的逆影算 就不太好逆 你看我借主微分就好办了 这个我说了求 以致Y一撇等于它求Y 就等价于什么 结 它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以致DY等于什么 DY不就是Y一撇乘以DX吗 是不是就是LoyingX除以X乘以DX 我还得给它写成微分的形式 就以致Y的微分等于这个函数乘以DX 是不是相当于求Y 我开始求了 开始逆了 注意看 这就你公式要数 X分之一DX可以写成D什么 X分之一DX写成D什么 是不是DLoyingX的绝对值 因为LoyingX的导数等于X分之一 对吧 我们范围写的越大越好 只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X是正数吧 所以DLoyingX绝对值 绝对值就不用带了 因此就是LoyingX DLoyingX 到这一步你注意着 我把它看成什么呢 U 把它看成U 我想这时候你终于会给它逆过去了 U抵U是哪个的微分 是不是D二分之一U平方的微分 对不对 二分之一U平方的U导等于谁 二分之一U平方的U导 是不是U乘以DU 那反过来U乘以DU呢 是不是D二分之一的U平方 U是LoyingX D二分之一LoyingX 同志们再加个谁也可以 加个谁也可以 所以Y怎么样啊 就等于二分之一LoyingX的平方 加上C 这就是以后我们不定积分 就要解决这类问题 这几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光靠这些方法 你还是不好做的 所以后面我们还要专门引入 所谓的不定积分 用更多的方法解决这一类问题 另外同志们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什么意思呢 若Y等Fx 摘出可V 可V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G DataY等于I比的DataX 加上小DataX 是不是一定可以写这个形式 前提DataX去0 不要忘了很多形式写法 I就是谁 F1PX 这又是一种写法 我还可以写成谁 F1PX就是谁 DataX就是谁 DataX 我后面照样还写成小DataX 就是信心逐步各种形式你都要会 我还可以写成谁 Dy加上什么 小ODataX F1PX 而且有什么呢 当DataY绝对值很小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呀 有DataY近视的等于什么 Dy近视等于Dy 也就是说 我可以用微分 作为函数值增量的近视值吧 而且DataX越小 这个近视相等的程度越高 同志们 其实这可不是一般的近视 它是高度的近视 但是高度近视指的就是我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要告诉你一个精彩结论 当DataX确定的时候 Dy就是DataY的等价量 等价量什么意思 它两个比的极限是1 这个我们说是等价量 是不是里面最精彩的了 对不对等价量最精彩的 我们来看看 若F1PX不等于0时 为什么要求F1PX不为0呢 因为等会在做分母 大家看看啊 这时候DataX确定 DataY比上Dy 结果DataY是谁呢 DataY就是他呀 我就用这个式子 除以Dy呢Dy就是他 那就是F1PX乘以DataX 加上小ODataX 除以F1PX乘以DataX 这里面看到为什么要求F1PX不为0 它做分母了 毕竟一般情况下F1PX都不为0吧 结果当DataX去0的时候 那么前面1的极限就是1 后面小Data最大极限呢是0 前面这个是个非0的常说呀 乘以0怎么样 还是0 结果极限是不是1 结果极限是1 1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们说 所以DataX去0是DataY一飘Dy 所以说这个近视可不是一般的近视 这个思想我在后面定积分的微圆法里 这个方法很重要的 我就要用了它的思想 所以我们还可以形象的称为什么呢 我称Dy是DataY的什么 最佳近视 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 什么叫最佳近视 就除了DataY以外 它是最近视的了 明白吧 没有比它更接近DataY 所以这个思想要注意 那么从这里面同志们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也就是G 以后计算DataY 如果我是F0加DataX 减去F0 注意看着啊 我把X换成X0了 它是不是就近视的等于谁 是不是F1P0乘以DataX 这就是近视计算公式 对吧 但用这个近视公式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 一个F1P0能计算出来 还有一个DataX绝对值 相对I0绝对值来说要比较小 就是DataX除以I0的绝对值要比较小 假如说你I0是1万 我DataX取100 是不是比较小 如果I0取0 不是I0取1 但是这时候DataX 你说取100能不能说小了 那就不能小了 这时候DataX只能说取0.1 或者0.01等等 就是要求DataX比I0的绝对值要小 那如果I0取0怎么办 当然这时候只能说DataX要充分的靠近0 只能说是0.1啊 0.01啊 负的0.1啊等等 对吧 总之是告诉我们计算了 函数值增量的一个近视公式 那他为什么要计算近视公式 你不计算得的精确值好吗 有时候因为F1加DataX不好计算 或者根本计算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才用到这个近视公式 还有 从这里还可以推出谁呢 Fx0加DataX 近视的等一 把负的F1过来 Fx0加上F1比I0乘以DataX 其实从这里又可以得到什么呢 计算X0加DataX这个函数值的一个近视公式 我们说就这个函数值不好计算呀 或者根本计算不出来 我就会用这个公式 当然用这个公式的时候 就要求Fx0的计算出来 F1比I0的计算出来 DataX除以I0绝对值要很小 当然这时候 当然指I0是不为0的时候 这两个近视公式知道就可以了 对吧 会用它去做近视计算 其实呢 我们有这个微分呢 可以得到很多具体的近视计算公式 什么近视计算公式呢 也就是说 我们说 当X的绝对值很小的时候 我们说Fx我可以写成F0加上X 注意着 把0呢看成X0 把X呢看成DataX 这个DataX当然就是要求X绝对值很小 就X充分靠近你 按照我上面的公式就近视的等于谁 F0加上F1-0乘以X 这就是计算Fx近视公式的一个方法 我拿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 例 将你求Fx等于1加X的I次米的近视计算 它的近视值 你看我怎么做 我首先 要把它的导硕要求出来 因为等会用了导硕嘛 导硕是I倍的 1加X的I减1次方 把0带进去 结果是1 把F1-1求出来 带进去是I 结果按照那个公式 F1加X的I次方 近视的等于F0呢是1 F1-0呢是I乘以X 同志们这不是1加XI次米 近视的计算公式 其实有时候I如果不是自然硕的时候 这个呢不太好计算的 还有一个 我还从另外一角度 还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吧 X去以0的时候 1加X的I次方-1除以X 极限是不是I 那啥意思 当X绝对值很小的时候 是不是1加X的I次方-1除以X 是不是近视的等于它的极限值 然后就是1加X的I次方-1 近视的等于I倍的X 所以1加X的I次方近视的等于1加I倍的X 是否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这正说明我们这个V分的概念 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来 最后啊 我们说当X趋于0的时候 1加X的I次方-1 一票I倍的X 同时一票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G X绝对值很小的时候 那就是1加X的I次方-1 近视的等于IX 然后把-1移过来 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 达到相同的结论 这正说明我们这些概念是符合实际的 好 就到这里